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 时任排长的孙金龙远赴澳大利亚 曾加国际轻武器射击技能大赛 与来自18个国家的21支代表队激烈角逐 为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他每天顶着裂锋迎着强光练习瞄准 做到了紧听目标三分钟不眨眼 不流泪 出枪 瞄准 激发 呈现上万次的强化中形成肌肉技艺 最终带领团队夺得三金四银和一枚荣誉奖章 让五星红旗高高的在异国他乡飘扬 2019年 孙金龙从侦查专业转任装部连连长 面对陌生的专业岗位 一身毫无意的孙金龙 不曾想刚到连队任职就惨遭滑铁炉 因为指挥决策失误 战术运用不灵活 孙金龙所在连队 在上级提席研习中多处失利 这也让孙金龙意识到 个人过硬不算过硬 只有指挥全联打赢 才是真正过硬 你是一个合格的侦查派长 那你当了一个装部连长 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连长 你懂不懂你的炮是怎么打的 你懂不懂你的冲心怎么搞的 你会不会开你的装扬车车 那段时间 连长就像着了魔一样 白天卯在训练场 一头扎进步战车 向各个专业技师请教 学习装备战技术性能 晚上就待在学业室 加班加点 补习军事理论 专研战术战法 武装越野八公里 孙金龙总是第一个冲过终点 单兵战术训练 孙金龙总是第一个示范动作 实弹射击 孙金龙总是第一个扣响班机 不管是训练还是工作 孙金龙都有着自己的标准 没搞一个训练 我们干部骨干先示范 可能是我今天搞战士训练 搞一个卧岛训练 好 我连长先示范一下 好 全联的班长集合 搞一个卧岛 给大家全联络看到 数据好被人 好 各个牌带开赌注训练 让我们连队 大家每个人都能看到 我们是所有人都在训练 干部率先带着你们的练 给你们数据好标准 去年七月 连队接到赴江西九江 抗洪抢险的命令 出院才五天的孙金龙 主动请鹰带队出征 出发时 手术植入的一枚钢钉 还在他的左肩里 堤坝上 孙金龙左手打着绷带 就用右手指挥 左肩没法用力 就用右肩来扛 伤口疼得实在扛不住 就偷偷含一颗止疼剑 带领官兵 连续奋战二十多天 高标准完成抢险任务 扎根基层 张弦使命初心 专战严战 主梦强军新军 作为济南英雄年传人 孙金龙满心赤城 扎根基层 一枪热血 带兵打仗 带领官兵 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 不断争取新荣誉 创造新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